健康是社会家庭普遍关注的问题 如果胎儿先天畸形 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和打击 而新兴的胎儿医学 能对此进行早期的诊断和干预 记者从伊富英了解到 自2010年成立胎儿医学部以来 他们已经通过宫内筛查诊治 让一千多里患儿顺利出生 二世组通过这项诊疗的特别宝宝 昨天上午回到娘家表示感谢 是第一富英保健院 举办了一场宝宝回娘家活动 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 很难想象 他们当初差一点就夭折在妈妈的腹中 这对双胞胎姐妹 尚未出生就被查出双胎输血综合症 一种百分之百导致胎儿死亡的 孕妇妊娠疾病 而这个可爱的男孩出生前 也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但兄弟的夭折差点连累到他 所幸这些孩子在胎儿医学部 得到了及时干预和治疗 如果不治疗的话 按照那种经验惯例的话 应该有可能两个都保不住 所以也是比较及时 也比较幸运 如果说没有产前诊断 我们有可能两个小孩都没 所谓胎儿医学 就是综合运用产科 超生影像 分子生物学等技术 研究胎儿疾病的宫内筛查 诊断干预和治疗 他关注的是 所有可能影响胎儿的疾病 并且可以隔着妈妈的肚皮 给宝宝吃药打针 从而改变了过去 胎儿有病 医生和家长都只能一生叹息的状况 通过多学科合作的手段 来帮助家属来确定 哪些孩子在出生以后 可以有比较好的结果 哪些孩子出生以后 可以得到治疗 手术效果是怎么样 哪些孩子甚至在宫内 可以进行干预 记者霍云报道